这个是网友support外卖餐厅后厨的情况 是这样的地方做出来的外卖你还敢吃吗 现在外卖正在悄然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只需要打开手机落单 几分钟之后 外卖小哥就会把热热热的美食送上门 然而这些看起来美味的餐食背后 隐藏的真相并不如表面那么有人 一位网友就遇到了很尴尬的情况 我刚刚叫了一个外卖八十几元 然后刚刚送来 那个外卖小哥敲开我对门 效害之后第一句跟我说的是 过以后这家外卖不要再叫了 好骚髒 我看着他做的 真是以后不要再叫了 我说真的 我现在很饿 八十几元这个外卖到底还吃不吃得啊 前段时间 北京的打工人被一条消息震惊了 很多评分高 看下干净的外卖店 竟然食品卫生状况令人作呕 很多人一边看影片一边发现 自己经常叫的外卖店竟然黑言出现在曝光的名单当中 其中一个黑外卖窝点就在传媒大学附近 很多打工族学生都是住在那一带 外卖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有些人因为看了这单新闻 甚至瞬间丧失了对外卖的食欲 尽管大家都很小心挑选 但都是难图外卖背后的卫生陷阱 曝光的影片展示了那些窝点的真实场景 厨房安装不堪 游污满布 甚至有外卖小哥和混垃圾的工人在同一个区域穿梭 一些看下去正规的门店 只是用照片和假证件欺骗消费者 内部环境租高不堪 暗房片段显示 很多在外卖平台上评分靠前的店铺 厨房里面仓形满飞 污垢遍地 员工赤膊上阵 随意对放生熟食物 甚至有人随地吐痰 这些店铺往往使用假地址和虚假的照片 一旦出现问题关闭 随时可以换个名字重新上线 据悉在外卖平台《恶联摩》上发现 排名第七的忘经萧烤店铺 实际上地址位于一顿普通的居民楼 所使用的营业执照是属于住户 而APP上显示宽厂明亮的堂食环境 完全是虚假信息 类似的情况在外卖行业里结不线 调查总揭示了部分美食城的恶劣环境 例如一家名为 9月正宗龙肝猪脚饭汤的餐馆 月售超过3000份 而且在两个外卖平台上的评分都超过了4.6分 然而国安铺实际是位于一个名为 实放厨房的美食城 和大型废品回收站相论 厨房环境不堪入目 厨房油污厚积 地面污水横流 员工在安装的环境里面赤膊制作外卖 更令人震惊的是 实放厨房里面 30多个外卖档口 全部都是使用同一章营业执照 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而且这些证照的实际持有人 和店铺经营者毫无关系 负责人承认 执照是出租的 而且任何一个档口都可以使用 他甚至透露 多个外卖最好可以共用同一经营执照 此外 另一间京门楼美食城 也都存在类似问题 40几间外卖店铺 使用相同的地址和执照 卫生情况恶劣 记者调查发现 在外卖平台上 造借营业执照开店的现象普遍存在 多个城区都有类似的外卖聚集地 消费者为了避开这些黑外卖 发明了不少秘雷技巧 比如指点有实体照片的店铺 又先选择看下去稀静的小店 然而随着黑心商家手段升级 很多秘雷方法逐渐失效 有人开始想办法借助外卖其手的帮助 寻找那些真正干净的餐馆 结果有博主试图叫骑手推荐附近最干净的铺 但是得到的回答是 附近没有干净的外卖店 还有网友直接袭击了外卖店的后厨 真实情况令人大跌眼镜 老板这个麻辣汤是你们的铺 我叫炸串你给我吃这些东西 太噁心了吧 你看看你的尿盘 太噁心了 哥你看看那些是什么 是我调的水 那个是什么水来的 大哥不是你看看你的铺这些东西 洗都不洗 大白菜洗都不洗 洗了就放纸箱里面装 纸箱连丝都没丝 你这个太噁心了 你们铺的环境太噁心了 我需要的是一步步举报 正常举报 是吗 我在这里举报 我就在这里举报 你们铺的外卖店太噁心了 你别动我 你别动我 你都别动我 你都别动我 你别动我 我就问一下这样的东西 你会不会在你家里吃吗 你能够给你家人吃这些东西吗 你自己吃不吃这些东西呀 我们正常叫了一个外卖 在外卖员手上接了过来 入屋一看 首先他菜不用 食材不用 第二 他们店铺炸蒜的那个锅 你看看那些油 黑色的 黑到不能再黑 我拿这个外卖过来 我问一下是否由他这里买的 他拿一个菜板要打我 你们现在客气一下情况 外卖骑手 也爆料了很多外卖业的真实情况 你们刚刚叫的麻辣汤呀 送给我 我都不懂 真是污脏得不得了 刚刚就去那间拿那个麻辣汤的外卖 只是做麻辣汤外卖的那条行 里面七拐八拐走路进去 那个方便面呀 一大堆直接放在地上 那个上面全部都是灰还是什么呀 我的妈呀 煮的时候拿上来两手一斗直接放在里面 那个锅底呀 蕃茄哪里是什么蕃茄呀 看不到一些蕃茄 全部都是科技和狠活 帮你熬一煲汤 那间铺里面呀 那里面的污蝇呀 现在天气呀 凉快了很多 那些污蝇呀 炆呀 还咬了我 我在那里面等了一阵 那些菜呀 帮你洗 你想多了啦 直接炆 然后看看里面有没有大一点的泥土 没有呀 那妈直接就往汤里面一扔 我的妈呀 这个就是你没吃的高档麻辣汤呀 还有很多人以为 我自己叫过外卖呀 就高档呀 就卫生呀 高档得不得了呀 哎呦 我给人家呀 就高人一层 绿地呢 就说 我的外卖到哪儿呀 你到哪儿呀 为什么还没过来呀 我要投诉你 你认为你的高档 你知不知道你可能在吃的是狗都不吃呀 还有一名自称在2022年送过外卖的网民 近日在大陆网络上面发布了影片 揭露外卖行业某些不为人知的内幕 他指出 很多用户在外卖平台上叫的餐 并不是来自所爱餐厅的厨房 而是在城市特定区域的地下厨房制作的 这些厨房聚集地并不对外开放 只是专注为外卖服务 影片里面看到 这些地方有几百间厨房集中营运 外卖员都是由这些隐备厨房里面拿餐 并在没单的时候在这些大院里面休息 更令人震惊的是 那个爆料者声称 外卖平台上的评分和销量最高的几间铺 其实是平台自己开的 这些店家的差评可以被后台立即删除 数据例如销量和好评也可以随意散改 此外这些高排名的店家大多数依赖预制菜 所谓现造的餐点 其实是使用几年前制作的预制菜 只是简单加热之后搭配新鲜米饭 而一些不易做假的食材 例如鸡蛋才有可能是现造 他还提到预制菜品质极差 甚至是流浪狗都不会吃 他解释说 这些食物里面含有有害物质 连动物都能够识便 类似的情况在中秋节的时候都曾经被曝光 当时有影片显示国产月饼放在地上 几只狗闻过之后都不愿意吃 网友对此气称说狗不理月饼 另外 之前一段名为廉价外卖速食包的秘密的影片 揭露了令人震惊的食品安全问题 一些外卖商家根本不会煮饭 但是就凭借着廉价速食包日销数百单 他们只需要购买料理包将它加月之后装盘就可以了 又是商家甚至坦然自己完全不懂煮饭 但通过这种方式 三个人忙碌的时候 每天可以买出价值三千多元的外卖 这种依赖速食包的做法并不稀奇 但是影片曝光了这些料理包背后的生产乱象 影片显示 一些厂商使用远低于市场价的肉类原料 这些肉有些已经存放了接近一年 并且在制作过程中卫生条件极差 食材不单止跌落地面被随意执起使用 制作酱料的时候 工作人员直接用手搅拌 甚至有员工透露 牛肉中注射了大豆蛋白以增加重量 但是实际上 这些肉根本无法食用 曝光的影片引发了广泛关注 合肥食药监局迅速加入调查 而饿料魔等外卖平台 也都开始清查商家 然而外卖行业的食品安全问题 远非个案 例如在广东某一间麻辣烫店铺 员工用脚踩踏食材 而这间铺 在外卖平台上的销量 也十分可观 此外 盛吉火锅店被曝光循环使用老友 甚至回收客人食剩的食材重新上台 最近更是有外卖食物集体中毒 引发了外界关注 慢慢没想过少少的黄炆鸡米饭 竟然吃出了集体食物中毒 连卫健委都介入了 这个是前两天郑州发生的事 郑州的黄女士为公司订了51份黄炆鸡米饭 结果当日晚上超过20名员工集体食物中毒 一头昏的又呕吐的 甚至还有6个人进了医院 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好好的一顿饭 为什么就变成了毒药呢 其实问题的根源 就是在食材的新鲜度 以及环境卫生 不新鲜的食材 不单止口感大打折扣 还可能带来健康隐患 据悉 外卖平台的快速发展 不单止带来了食品安全问题 也都对环境造成了严重负担 根据数据显示 中国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6亿 每个星期 至少产生4亿个一次性打包盒和胶袋 这些塑料垃圾 需要几百年才可以降解 最终通过食物链 影响到我们自身健康 还有网友指出 在现在的外卖市场 打工人不单止要担心食品安全 还要应对加价的上涨 曾经20元的外卖 现在轻易就加到上30元以上 甚至有不少商家 还通过减少分量 包装缩水等等的手段增加利润 外卖界的价格刺客 已经成为了打工人无奈的负担 面对着越来越贵 质量堪优的外卖 部分打工人选择回归堂食 特别是在很多餐饮品牌推出价格战的时候 麦当劳、恒德基等等的品牌 纷纷打出9.9的优惠 吸引消费者进店就餐 同时越来越多的高端餐饮品牌 也没有办法不降价吸引顾客 例如海底撈推出了平价火锅品牌 火锅和快餐店也都卷入了价格大战 然而对于时间紧张的打工人来说 堂食虽然化算 但耗时较多 外卖仍然是无可乐呵的选择 尽管有时选择自带饭菜 但考虑到准备的繁琐和时间成本 外卖的变质性仍然是占据了优势 可怜的中国老百姓 蟹人 青海神被毒气夺命 亡者嘴唸发黑 当局急凌撤离 净夸张 内地南厂180万美元厂关 当场断正 全10万却只能取3000 广东银行限制提款 流亡美国的香港青少年 开始就读大学 大家好 欢迎来到社会多面体 我是永恩 一宗蟹人听闻的中毒事件 近日在青海省 格义牧市 引发广泛关注 据中共官媒央视新闻报道 9月24日 格义牧市 郭勒牧德镇 嚴桥村 突发有害气体中毒事件 造成7人伤亡 其中6人不幸身亡 这宗突发事件 亦引发一系列疑问和争议 事发当晚 嚴桥村的宁静 被一股诡议的气味打破 一位当地商户描述 他闻到一股类似鸡蛋皮烧焦的怪味 这种不尋常的气味 似乎预视着即将发生的悲剧 不久之后 村里面就紧急通知居民撤离 一位死者家属 小静向媒体讲述了这场悲剧的细节 当晚小静的爷爷在家中上厕所时突然昏倒 口吐鲜血 然后其他家人在仕途施救时 亦相继续毒倒下 这场灾难最终奪走了小静一家六口的生命 只有爷爷僵僵生还 小静的妈妈、叔叔、嬸嬸当场去世 而姑姑和表妹则在两天后不幸离世 小静透露事发当日中午 艳桥村附近就能闻到自鼻的气味 目前去世的家人已全部安葬 而艳桥村的部分道路亦被封锁 中毒者家属张先生的描述更令人不寒而律 他回忆说 之前进去的都没这个意识 所以就直接进去了 进一个倒一个 五个人全在家里昏倒 而且那个毒气威力特别大 每个人都吐血 为看外液体道 臉是黑的 嘴唇也是黑的 就是从下水道出来的气体 下水道每家每户是连着的 这种悲剧引发诸多疑问 为什么下水道会有如此强烈的毒气 为何会在短时间内致命 当地政府在事件发生后 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这些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明确答复 格伊牧市政府在通告中表示 目前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核查 然而这一回应似乎未能平息公众的疑慮 有网民质疑官方反映辞缓 一位格伊牧网民说 我是格伊牧的 离我这里有几公里 我前日听说 但是24日发生 为什么28日官方才公开 另有网民指出 本地媒体没有一个敢报道 据海关公布公众号消息 近日广州市白运机场海关在类检渠道 查获一宗重大违规 攜带外币入境案件 海关人员在离行检查时 发现一名旅客试图攜带超过180万美元 合港币约1398万元的现金通过海关 当时海关官员通过X光机进行检查 发现该名选择无新报通道的旅客 行李箱内物品成像異常 经进一步检查发现箱内塞满成菌的美元燃钞 此次查获的外币总金额 超出法律规定的允许常限数百倍 近年来中共当国加大了对外资进出管控的力度 然而中共自身的体制问题和腐败问题 使这些措施在执行中经常大打折扣 而且一些与中共权力体系有密切关系的人 通过灰色手段转移大量资金出国 利用外汇管理流动谋取暴利或进行非法投资 而这些资金的非法流动 往往与政府高层或特权阶层有千丝万纽的联系 跨境走私资金的背后不仅仅是个人和犯罪集团的行为 还反映了中国在金融领域的深层问题 虽然在表面上政府采取了严格的措施 来控制外汇流动和规范金融市场 但这未能彻底度绝中共内部高层或与其利益相关者 通过各种途径将巨额财富转移到国外 此外中共官员和权贵阶层通过海外藏匿资金 规避国内金融审查 甚至为自身和家族的喉咙做打算的情况累见不鲜 近年来国际媒体频繁曝光的中共高层家族财富转移问题 正是这种现象的冰山一角 与普通百姓相比 中共权贵阶层利用其权力和关系网络 更容易规避法规 将大笔资金转移出境 9月27日有内地网友透露 他在中国银行广东省维州市博罗元周知行取款时 存款10万元取款却只能取3000元 网友在发布影片时说 他自己的存款、身份证和银行卡都在 工作人员却还要大三方证明 影片发布者告诉极木新闻 取款时工作人员问他钱从哪里来的 他说是朋友赚的急融钱 当时赚钱给他的朋友也在 就出示了转账记录和身份证照片 工作人员说需要他朋友的身份证元件才行 他朋友只能回家拿身份证给工作人员核对 最后才把钱取出 影片发布者还表示 幸好是他朋友住得近 万一朋友住在几百公里外 那他急用的救命钱取出来还有什么意义? 对此网友纷纷热议说 我亦遇过这种情况 我帮小孩交学费几千元都给不出 打电话咨询说是限额 我走到开户行去骂了一餐 限额才帮我取消 为什么存款那么容易 提款就那么难 就是不想给你取现金 据悉曾经被视为躺着增钱的中国银行业 如今正面临营业收入 和正利云整体收缩的烦怒 据话《下时报》20日报道 上半年数据显示 多家银行代销业务承押手续费 佣金收入下滑 中收回落拖累业绩增长 近期多名国有大行 和股粉制银行工作人员透露 银行加大了理财外托宣传力度 要求望点所有员工以双圈注点 社区发放存单等方式 宣传理财和存款产品 一名国有大行合肥一资行 银行工作人员也表示 我们资行不让客户经理在望点办公 全部下乡拓展客户 开完组会就要外出 据北京商报近日报道 根据统计 今年上半年 41家A股上市银行员工人数 较年初减少4.26万人 超七成银行员工人数减少 除了上半年银行整体收入乘额 员工薪酬亦相应出延缩水 42家银行员工薪酬 总额累计减少近7亿元 41家A股上市银行的人均月薪 超七成缩水 台湾经济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高仁山近日对海外中文媒体表示 当前中国经济明显衰退 已经相当严峻 迹象显示中国正在暴入 通货紧缩罗算 人民不愿花钱消费 资金流动出现停滞 高仁山表示 中共想要振兴中国经济 就要促进GDP 抑制通货紧缩 提升消费 但这三个目标都要靠金融业 如今中共却有不断强化监管力度 这种互相矛盾的作为很奇怪 两年多前 租香港国安警员调查 而最终逃亡美国的香港青少年怡衰君 近日在美国展开人生新的一页 开始就读大学 攻读电脑课程 在YouTube一个名为《玉头社》的频道上 有众多恶搞习近平的影片 几年前二岁君虽然只是个少年 但亦参与其中 2022年他只有15岁 当时他认为 香港政府还有其他重要案件要调查 他们搞的这些只是不起眼的小孩怀疑 当局对他们的调查应该不会那么快 然而他这种销行心理 未免有些过于乐观 2022年2月10日清晨 5名香港警员到他家要求入屋调查 被惊醒不知就利的妈妈 还反凤地跟他们说要报警处来 警员将尔瑞君带到警处 对他审问了一个早上 认为他涉嫌触犯先动罪 虽然当日就放了他 但自此国安警员不断滋扰他 要求他做善人 希望能够找出更多与投射幕后的参与者 而瑞君每日生活在恐惧中 在英皇书院完成了中四学业课程后 在被相满调查半年后的暑期 他在兄长的协助下 买了一张前往旧金山的机票 独自飞往美国尋求政治庇护 他被美国移民机留所击押了三个多月后 先后被安排在两个家庭中寄样居住 并在美国公立高中学习 而瑞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他在美国白人家庭寄样生活中受到善待 感到温暖 令他重新振作起来 在今年的9月份 他开始了人生的新一业 正式就读大学、攻读电脑课程 希望将来毕业后学有所成、贡献社会 作为流亡学生 他如何看待仍然留在香港的同辈 他告诉记者 他和一位前英皇书院的同学保持联络多年 就在几个星期前 这位同学和他说 他们的友情到此为止 他说以后我们不用再联络 因为以后在香港由红由尊才可以发达 未来香港只会越来越走近中国 所以他继续保持跟我联络无用处 我们以后就到此为止 你不要阻止我投共 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意思 亦不意外 既然他留在香港 他有胆量与我保持联络 还可以留在香港吗? 老实说 难道他不怕被国安警员 早上去他家调查吗? 有网友留言表示 这位同学不想和尔帅君保持联络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为了利益而主动填共是可耻的 为中共埋名的从来就没有好下场 他现在还未认清这一点 那就等着捱了中共贴权才能清醒吧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